老花一美丽达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花问题啊 下个臭宝说老花一请问我的月季花上有红点 咋回事啊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这个呢一般都是 飞溅的那种颜色啊 不排除是虫子咬罐啊 或者说 你滴过水啊 也不排除它本身的一个变异 这个呢要实地的去看一下 这个没事了这样多好看啊 有这种斑点 你就像咱们人一样好不好 长个那种美人斑 下个臭宝说 锈球天堂鸟救命 锈球锈球没什么大事啊 锈球这个没什么大的事有点缺光有点水大 锈球不喜欢强光的暴晒啊 虽然说洗水但是他现在没什么叶子 你浇的水多了他也会这种叶子发黄 给一些光照你像现在的这种光照啊 就早上10点钟之前的那种光照可以随便晒 好吧 下个天堂鸟也是你这个普遍的 他说你你应该是水命啊 你应该是水命那样水命龙王 这一天到晚的浇水 您记住了任何时候养任何花 就是干了就浇 不干不浇 干透浇醋 脱脱的准没错 下个臭宝说冒昧了 想至于一下这种天堂鸟咋的了 你瞅一眼 现在不长了 不长了 没吃肥 这个跟我们以前我去年拍的一个视频 特别像 不爱你也记得去年没那个天堂鸟吗 现在活过来点了好多了 跟那个一样啊 就是有点缺肥 你长时间的也不吃肥 再一个呢 咱们的空气湿度干 把你像那个纸条啊 包括这个树树这样 这个花的叶子上面的水都不够 所以说呢 就老是有点发腻 就跟咱们你要吃个葱吃个蒜是吧 尤其是蒜 刚摘下来的时候呢 很脆很利整 过个两天的就搭来了 这又腻了 一个道理 咱们家里边的空气湿度不够 您像现在这种情况 你可以找个那种稍微硬一点的竹竿 你稍微给他绑一绑 然后适当的用一些肥料 不用肥料是不妥的 下个臭宝说他怎么腻了 他怎么腻了 他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缺水了 怎么腻了干了你不浇水吗 宝 看了就缺水了怎么腻 缺水了 那么腻吗 浇水浇透了 浇透了 实在不行就找个脸盆给他泡一泡 让他咕咚咕咚喝一个透水的 小小宝你看我这个发材素啊 开始软了 花叶子也泛黄了 哎说过无数遍的发材素 别让他长那么长 长得长了之后呢 他所有的营养他供不上去 他只会把树干里面的营养给抽空 他不就软了吗 对吧 你要修剪要施肥 你不能老是让他一直一直一直的长 也不控制他 把母体的养分都耗完了 对吧 这样 该修剪的修剪 该施肥的施肥别那么压实 像个臭宝说干叶尖 叶麦 绿化钱在那里的 这个是一个月季吗 月季就有点营养不良啊 别的没啥 像春季 您那个应该是一冬天都在屋里边 应该是光照什么的都很合适 他一直在生长 您忽略了施肥的一个事 好吧 正常来说呢 植物在正常生长的一个阶段呢 一个月要给三到四次的肥料 就是那种兑水的那种 如果说没时间的话 你可以用那种奥绿的318 那一年用一回就够了基本上 好吧 或者说其他型号 那种缓施肥 该用肥的用肥 你像现在的情况 老叶子不好的叶子全部减了 用点肥料让它重新长 给足光照 好了 这养问题到点了 别不错就点赞 下期再见 白了 白了